这个物流公司呢 满街跑的宅急便 有民众呢 向警方说了 这种小型的物流拼装车 在路边临时停车要送件 经常呢 跟其他的车子就并排在一起 而且質疑说 没有牌照就可以不用取缔吗 警方执法的标准不一 不过呢 交通队强调说 这种电动拼装车 如果闯了红灯 或者呢 并排停车的话 还是会依照规定来开单告罚 甚至呢 会直接的扣车 拜拜 拜拜 宅急便车在花莲大马路上行驶 往旁边一停 哎 车子就这样大啦啦的 停在机车道上 与其他的车子并排 路过的机车族只好绕过他 冒险骑到快车道上 我们公司会打电话 戴着帽子的男子 打开这台特殊改装的三轮车 从后座的大箱子里 拿出要送的文件走进大楼 原来就是宅急便公司 在花莲当地 特别配发给员工送过的车子 为什么会配发这种 这种的宅急便的缴纳车 方便吧 方便 像你像是在工作这样子 一天大概平均要骑他 骑多久 差不多 三四个小时吧 不过警方却是揭霍民众的反应 为什么这种没有挂牌照的车子 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车 这个拼装的这一种机动车辆 不属于机慢车的规判范围 也不属于自行车的规判范围 所以他这目前都没有一个 很合理的处罚规定 虽然车子没有挂上车牌 不过警方表示 违规太离谱的话 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开单或扣车取缔并排等等 违规事项来开罚 中期新闻较为林黄婉婷 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